愿意私下来帮我们忙 不必要的这些作为 包括泄密的话 这个是损失了我们国家的信用 国民党立委马文君 身陷泄露潜见国造 机敏资讯遗云 外交部长吴钊燮说种话 接下来没有人愿意帮我们忙的话 损失的就是我们国家 损失的就是我们的国防 传说我们外交部有协助 传递什么样的这些资讯 明确的表示 我们没有 绝对没有 外交部强硬否认 未曾经手马文君提供的 相关潜见文件给韩国驻台代表 而其实马文君将资料交给南韩后 让相关提供台湾造潜见代表 及技术人员受到南韩法律制裁 泄密确实会影响 我国得到这个更尖端的 制造潜见的这个技术 完全不可取的 潜见的案子我们都很清楚 也掌握已经进入了 检调单位调查 我们不会去再多余智慧 泄密怡云更被路透社揭露还原 2022年1月 马文君将资料转给南韩 南韩警方随即在2022年2月17号 向法官提交陈述书 指出技高策略公司等 在内至少三家国防承包商 协助台湾潜见计划 违反贸易法 技高策略负责人普莫直 法官则依有逃亡灭证之余 2月28号下令逮捕 传出南韩就是忧心 一旦协助台湾造潜见 恐怕迎来中国经济暴富 韩国有没有经由官方单位 向台湾寻求协助调查 从外交的管道这个部分没有 韩国迫于政治压力 我们外交部有没有向韩方表达我们的关切 谢谢委员我们正在了解中 这样子的泄密事件 海昆军舰的制造 有没有产生困扰 会不会影响到未来 我会去做一个评断 泄密案衍生国防危机 国与国少了信任 也让潜见国造后续发展 增添不小阻碍 静心的谢谢蔡宸佑 采访报道